日前,在南昌爱西湖湿地公园生活了六年的一对索与贺夫妇,成功自然繁育出一只宝宝,这让该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和当地爱鸟人士兴奋不已。 连日来,在该湿地公园候鸟保护中心,出生仅数日的贺宝宝已经可以站稳,并紧随在妈妈身边觅食细细。 据工作人员介绍,在孵化过程中,他们尽可能地为贺夫妇创造良好的条件。 苏与贺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 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很高。 江西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副会长于惠公告诉记者, 苏与贺在中国种群数量较少,属非常罕见珍稀鸟类, 此次在城市湿地内成功实现自然繁育, 意味着当地的生态环境获得了苏与贺的认可。 爱西湖湿地公园生态环境优良被市民誉为南昌绿肺, 拥有天鹅、大雁、鹤、野鸭等野生动物二十余种。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,大量市民来此休闲度假, 以成为人的乐园、鸟的天堂。